如果我们真的是神同在的子民 神说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与你们同在 在基督里面 借着你们的生命成就伟大的事 如果这真是神的应许的话 那如果神把我们一天八到十个小时 放在有一个地方 非要生活不可 那怎么可能对一个有应许的子民 这只是虎口 或者给我有一些人生的意义 充实这样而已 不可能 绝对不是 各位一定要知道 这个八到十个小时 一天不是开玩笑的事 你只有二十四个小时减去你睡觉的时间 其实你大部分的时间在这个职场了 难道为了吃饭吗 我告诉各位 你不要看你现在的光景是怎样 不管你有信心没有信心 你有见证好没有见证 神如果是与你同在的 那么你在职场上里面的那个地方本身 神与你同在 不在其他的地方 那个地方他迫切的向你写明 然后呢 绝对的你容神一人的 整个的这个事情上呢 是要在职场上发生 那个八到十个小时 不管你怎么忙 不管你受到怎样的工作的压力 圣灵正在帮助你 与你同在 接着你的生命要容神一人 这个有一个事实 各位要抓住先 不要看你的情况 你能不能做到 神的话是应许 先有应许 才看得见圣灵的帮助 那好 主绝对与我同在 我容神一人的事实 绝对在我的工作现场会发生的 那么还有一个事实你要知道 那因为这个工作现场呢 那整个的环境情况 是不容许人这么容易 哀尽天国的事的 不容易的 因为人到工作去 整个的目的是什么 赚钱 要升职 然后在那个地方 好像每一个人的那个专注 动机 是在那个属世的东西很强烈 尤其是很强烈 每一个人比如说大学读书的时候 每一个人要得到好成绩 好文凭 在工作现场 每个人要有一个很好的前途 然后不想犯错 这样每一个人的心 心志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发现连你自己也常受影响 所以呢 主说你要在职场上容神一人 你需要有一个属灵的秘诀 各位我现在讲属灵的秘诀 如果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主耶稣说 你要灵巧如蛇 训良如鸽子 所以是一个灵巧 怎么圣灵充满 就在当中先看到圣灵动功 然后配合他 那这是今天的整个的奥秘了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地方 是在这个了 所以不容易 到现在来讲 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想一想我们教会整个情况 到现在来讲我看 我们当中呢 在工作上真的经历福音的门打开 然后一个一个人 就是每次上班的时候 能够把人领信 然后或者影响人 安慰人 然后甚至兼顾软弱的信徒 这样的例子呢 不多 各位很真实的各位看 当然有 我不是说没有 有 但是不多 尤其这个社会里面的节奏非常快 人的需求增多 然后那个比较心 很多的时候呢 其实各位发现 信徒是一到工作现场去的时候呢 不要说传福音 连一个基本信徒的平安喜乐 也不能保守 很多时候我发现是这样 那个平安喜乐不能保守的时候呢 那只有 就是以工作为中心 然后就是忙 然后对人 就是有点冷淡 冷淡 或者讲话也是 很多世俗的话题里面 然后要带进 这个福音的话题 永生的话题的时候 也是感觉 好像不贴切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说 不贴切 not relevant 一直这样讲 其实 这是一个 无能的状态来的 无能的意思就是 你知道 但是你实际做出来 心里面也没有力量 要做出来也不能 好像有一股势力 影响着你 这不是看得见的一种力量 这是跟人跟人之间的信念的征战来的 所以你有一个无能的状态 虽然 我们是无能的状态 但是 第一 上帝仍然没有离开我们 各位就是你一定要抓住的 不要受控告 你受控告 然后一直让自己这样 五年十年留在那个光景 没有用 当以色列人 无论怎样软弱的时候 神一直出现告诉他们 就一直告诉他们 你们还是我所爱的子民 这整个迦南地 是因你们为中心来转的 对不对 这还是神的应许 所以我们是很容易看自己 我能做到吗 我属灵吗 我爱主吗 我做不到 我就受控告 然后呢 自己让自己一直留在 那个被牵引着走 被世界的文化牵着走的那种样子 其实你不知道 神还是要接着你动工的 这是重点 然后呢 各位另外一个 各位要知道的就是 当这个世界的黑暗 越来越 这个世界的文化 这个凡俗的文化 越来越泛滥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知道 其实 这个里面有很多 上帝的子民是 空苦流离的 其实更多 各位明白吗 更多 各位不要 哪里哦 我没有看到 其实更多的 如果一个社会里面 节奏很快 凡俗的文化 世俗的文化 很强盛的时候 其实神已经拣选的子民 不管他们来了教会 还是还没有 其实他们是 很迷茫的 所以有一个无奈 无奈里面呢 他们就被牵到成为一个钱财 成为社会的一个奴隶 因为要糊口 因为他们无能 然后要糊口 然后也没有这个信心 但是他们是无奈的 并不是他们爱世界而追世界 他们是无奈里面 没有办法 所以还是让自己牵着 这样走 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追求着 所以各位一定要 你的祷告 要到一个地步 你的圣灵充满 你的喜乐 要到一个地步 你心里面的窃具 能力要到一个地步 能够找出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是他们 一直到他们遇到福音的大光 换句话说 有一个福音人 真的有答案的 出现在他们面前之前 这样的人是不显露出来的 不显露的 可能天使的中共是很奥妙的 这样的人可能是 现在在你去的资厂的门外 可能快要进来这个公司 也可能的 或者现在他 有一些人已经在了 他们身上或者家庭里面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潜伏的问题 但是还没有 全球 还没有彰显出来 所以你看不到他们的需要 他们还是在这个社会里面 好像看起来不错 但是有一天你会听到 你圣灵充满的时候 有一天你会发现 有一些人崩溃了 有一些人家里有问题了 有些人要离婚了 有些人孩子身上有问题了 那个时候你一来 你时常圣灵充满在神面前祷告 然后仰望主 那个时候圣灵会指教你 你会得着这样的人 那天明天